大家好 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 扎带我们别再用刀子或者是用剪刀来剪断了 其实扎带上隐藏着一个特别实用的功能 我们只需要轻轻地动一下 这个扎带就可以轻松打开 而且还能反复地运 给大家来说一下 扎带如果扎上之后呢 我们想要把这个扎带取下来 怎么取 很多人都是直接了当 日刀子或者说日剪刀把这个剪断了 那当我们下次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扎带就没办法再利用了 我们还会找新的扎带 如果没有新的扎带 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把这个旧的扎带呢 从这个东西上完美地取下来 而且还能第二次利用 我们首先就用这个刀子呢 就可以给它取下来 用刀子怎么取下 特别的简单 大家看 扎带这里呢 有个锁扣 那不管是哪种扎带上都有这种锁扣 大家看 白颜色的扎带上呢 也有锁扣 现在我用白颜色的扎带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现在白颜色的扎带呢 已经锁上了 上锁了 大家看 我不管怎么拽都拽不下来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把这个扎带呢 轻轻的这样往外拨下 然后呢 就可以用这个刀子 或者说比较尖锐的东西呢 放到它的这个锁扣里面 我们轻轻的拽 那这个扎带呢 就打开了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如果我们不用刀子 那可以用我们这个支架就可以了 支架呢 也能轻松的把这个扎带打开 大家看 现在是锁上的状态 拉不开 那我们还要是同样的 把这个扎带呢 往外这样拨一下 然后把支架呢 放入到这个锁扣里面 锁扣我们使劲的往外拉 然后一边拉 一边把扎子端拉 这样就打开了 大家看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那现在我们把这三个扎带呢 打开一下 看能不能轻轻松松 就把这个扎带呢打开 首先我们来打第一根扎带 第一根扎带呢 我们同样还是啊 把支架呢 放到它的这个锁扣里面 这样掰一下 那这扎带呢 就能打开 大家看 第一根扎带啊 我们已经除下来了 那第二根扎带呢 我们现在也这样除一下 大家看 第二根扎带 也这样除下来了 第三根扎带呢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用指甲呢 放到这个锁扣里面 然后轻轻地拉下 扎带就叫了 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 特别的简单 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用刀子 或者说用其他的东西 怎么取 大家看 那现在特别牢固 已经扎带锁住了 锁住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扎带呢 这样遮下 大家看 遮下之后啊 在这个锁扣里面呢 我们放入一个比较尖锐的东西 这样呢 就把这个锁扣呢 轻轻松松地 撑开了 撑开之后 我们取下来了 怎么样 这个扎带取下来之后啊 还能二次利用 我们不需要再买新的扎带了 那 我把这个方法呢 分享给大家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啊 也有部分人不知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个关注 点个转发 感谢大家 我们日子来交流学识